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兰的一个非营利团体火星一号在1月2号宣布 他们已经从全球选出了1058人参加移民火星训练 之后再经过多次淘汰 最终将筛选出24名地球壮士 在2024年分成6个批次前往火星 值得一提的是啊 因为技术有限 还不能把人类由火星运回地球 所以这趟火星之旅可以说是有去无回 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愿意成为火星人吗 不会 谢谢 因为我为什么要去火星啊 我觉得地球挺好的 我不太想去 谁想一直待在太空 当然是吧 去完一会儿就回来 还是不愿意去 因为我觉得地球还是比较美好的 永远不回来的话 我觉得我会想念我的家人的 没有 我认为不认为 我认为不认为 如果你们给我一个大房子 我会不会去那里 荷兰 对 荷兰的一个 火星 对 是不是4月1日发生了 看来啊 对于能够移民火星 不少市民还都有点不相信 在大伙眼中火星还是太危险了 相比之下 哪怕是当下严重的雾霾 都不算什么 不过超出想象的是 年纪大的市民 更愿意进行这种探险 今年60多岁的王阿姨告诉记者 如果早一点知道的话 自己很可能就去报个名了 然而对于火星1号的凌云壮志 是否能实现 目前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甚至还有人猜测 这根本就是一场世界大骗局 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巨额报名费 看来啊 人们去往火星 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不管能不能移民火星 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地爱护我们的地区